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這個 金融時報剛剛寫了一篇文章 說這個橋是誰炸的 這個人啊 獨自上走輪司機 這個人在烏克蘭的內政部 上班上到7月 然後就離職 然後他說他就參與 爆炸這個橋的計畫 所以抓到的人就是他 這個沒有被抓到啦 他有這樣的背景有可能 他接受英國採訪就登出來了 那顯然他很得意吧 那不管怎樣啦 反正就是說這個計畫在 所以他對橋非常了解 他說這個計畫在烏克蘭內部 已經研究很久了 你知道下標喔 那有海上有陸上有空中 三個版本 就是說要怎麼把它炸掉 那目前找到的證據是 那個卡車啊 那個卡車因為他是在消酸胺 他是化學肥料的原料 所以他是合法的 所以為什麼檢查的時候會過 那重點是在於 爆炸裝置到底在哪裡 如果爆炸裝置是在那個卡車上面 那就表示有人作弊嘛 有人放行嘛 就是內應 那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 是爆炸裝置在另外一個小車上 或是裝在橋上呢 然後那個小車去撞他 這有可能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 當場死亡是三個人 一個是卡車的司機 一個是小車上的兩個人 對 所以 我坦白講 我們不知道那個爆炸裝置在哪裡 那因為那個卡車被炸 那引起了連鎖的爆炸 對 所以才有那麼大的爆炸威力 對 那有另外一說是說 把炸彈裝在那個運油的火車上 可是 因為那個時間點喔 你說要讓兩個車平行 那個太難掌握了 他剛好爆的地方 就在那個 運油卡車的下面 對 所以比較容易掌握的是 這個卡車接近運油卡車的時候 然後另外那個汽車撞上去 對 然後就連鎖 然後就引起了運油火車 小車爆再炸到卡車 卡車爆再炸到火車 目前的說法是傾向這樣 這合理 這最合理 那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是說 卡車上有爆炸裝置 那在克次海的附近 有小船啊 然後用遙控器 讓他的炸彈爆炸 哇這個 那他就要用那個很 很遠的望遠鏡看 然後看到他 接近運油火車的時候 引爆 按下去引爆 這也是做得到的 現在傳出的是這兩種說法 這個甚至連 那個無人機都可以 無人機遙控爆炸機也是可以 沒有發現 就是空中的跟海下的 他們都有研究方案 可是後來 這個就是事後的證據 沒有發現空中跟海下的資訊 對 證據啦 我們現在純就證據論證據嘛 就是說沒有導彈 因為導彈會有軌跡嘛 一定的啊 而且導彈不太可能 你算得那麼準 因為是行進中的目標 你導彈設定一個坐標 打過來剛好兩個靠在一起 這個不太可能 這個難度太高了啦 所以比較可能的是 究竟 就是因為他接近的時候 你就究竟把它炸掉 對 那要嘛就自殺炸彈 要嘛就是有人遙控 然後遠遠的看 接近的就按下去 就按下去 這兩種可能性都有 不過就是說奇怪 這麼縝密的橋怎麼會 能夠通關啊 這麼好突破 因為一定有炸彈 真的通關嘛 不然怎麼會爆炸咧 不管是什麼大車小車 就像是小車他也是要過得去啊 因為小車灣不會自己炸 對啊 一定要有引爆裝置 當然 所以基本上 有內鬼應該是確定的 有內鬼啦 那另外 就是你在問嘛說 為什麼 我認為美國不知道這件事啦 因為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沒錯 亮哥太精準了 因為對美國來講 最好是 烏克蘭部隊集結的時候 你俄羅斯用核武去打 對 那他正當性最高 對 我們現在是來講正當性 沒錯 所以你不能夠 而且你去打人家的民用設施 因為這個橋基本上 軍隊沒有在用嘛 那大部分都是民用的嘛 這個違反戰爭法 他又不在戰場範圍 對 而且你又去打 克斯萊霞是在俄羅斯境內 你等於是打俄羅斯領土 是 美國怎麼會希望你這樣幹 我覺得 因為你這樣幹 就有一個邏輯存在 就是我希望把戰爭升級 對 把北約給弄進來 脫下水 對嘛 所以這個不是美國的邏輯 沒錯 這個是烏克蘭的邏輯 沒錯 對不對 那你就要問說 烏克蘭為什麼要幹這件事 我跟你講 所以我就說 分析政治記憶力要好 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小董很厲害這樣 因為他記憶力非常好 你記不記得拜登突然改口 說他要跟普京要在 11月15號見面 對 那之前不是說不讓普京參加G20嗎 對 讓他做了一個重大改口對不對 對 你如果是烏克蘭的激進派 你會怎麼想 開玩笑 敬個屁啊 我要破壞你們任何見面的可能性 不過他的想法一定是 你是不是要出賣我 對啊當然啊 對不對 因為你跟普京見面不可能 是在那邊吵架 你又不會帶著折輪時機去 你一定是在談 這個怎麼處理 對嘛 怎麼處理烏克蘭的利益都有傷 一定是犧牲烏克蘭 是大傷小傷的問題嘛 總之就是要讓這個戰爭不要再打了嘛 沒錯 不然就會核戰嘛 當然 對拜登來講 就是要避免核戰嘛 而且 美國還在一個多禮拜前啊 由美國的軍情單位釋放一個訊息 說那個Dougain女兒 汽車爆炸案是烏克蘭幹的 烏克蘭搞的 對 對不對 對 然後說我們都不知情喔 我們都不知道 你想你如果是烏克蘭的軍情單位 你是 你是不是火冒三丈在肚子 今天還有美國媒體說 是時候放棄烏克蘭囉 沒有啦 那個不要理他啦 我們只講政府單位啦 我們只講政府單位啦 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是烏克蘭的軍情單位 而且你也是類似像亞素營那種 極端的民族主義者 你會怎麼想 那美國肯定是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你把我抖出來幹嘛 要把我賣了 你就是在向俄羅斯示好嘛 對 說這不是我幹的 那我們11月15即將見面嘛 所以我們醞釀一下 好感嘛 好感嘛 對不對 所以你剛剛那個結論 就一定出來了嘛 我要讓你破局嘛 對 我要你沒得談 所以這件事就完全合理了 對呀 這個邏輯一串起來就權重啦 如果你不能假設 責任斯基的政權是一個整體 你不能這樣假設 我跟你講 我今天就看到有人上街抗議 抗議普丁太軟弱 是 事實上烏羅斯也有右翼 也有 我今天還看到有人做了那個核子彈的模型 上面就直接寫一個標語 說核彈炸美國在遊行 哇塞 很激進 對對對 非常激進 那你記不記得 大概三個月前吧 不是責任斯基在基輔嗎 有一群人貼標語說他背叛我們 對 你記不記得 那群人就是亞素營 對啊 責任斯基賣了我們 對嘛 對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把那個所有的東西都勾串一下 你現在四個周被你給弄丟了 普丁就硬幹 看你是沒責 你如果是右翼 你就會說你這沒責 我看不出你能幹嘛 美國眼看著眼朋友要幫我們 那是不是自己來 那我跟你講如果這個邏輯是對的 就非常恐怖 非常危險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如果都可以用自殺炸彈 來配你一個克里米亞大橋 我知道你會回擊我 我不管了 我就是要讓你破局 那他會不會去造核電廠 會喔 那不是更可怕嗎 我還去再賭你那個克里米亞運河的水喔 那個還簡單啊 我跟你講 著波羅斯的核電廠就在他的境內 是 而且現在兩軍還在對峙 對 俄羅斯並沒有全部佔領 他是控制了核電廠 可是著波羅斯還在打 把核電廠炸 你去想一想 那等於就是個核彈啊 拜登想了是不是頭皮發麻 真的 真的 所以這個這裡面就 寒冰剛的邏輯就會進來了 就美國就會想說 你到底幹嘛 所以就這個會影響到他後續的軍援 對 可是 恐怖主義者是不管這個的 當然啊 因為什麼叫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的本質就是我打不過你 可是我小嘛 你抓不到 那我就用各種手段 造成一個很痛的破壞 可是我還是打不贏你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這樣嘛 那引起世界關注 那 你基本上 誰叫你核電廠就在這裡 所以炸核電廠就變成他的 永遠的恐嚇手段 對 所以你不讓我是吧 你不讓我就炸核電廠 你知道我的意思 不然你看以前 巴洛斯坦他們是怎麼幹的 是啊 他就到處截跡嘛 就是這麼幹 然後讓你空安都出現嚴重問題嘛 每一架飛機都不敢 都不敢飛 那你要不要來跟我談 對 用非常激烈跟極端的那種 因為他打不贏以色列嘛 更不要說打贏美國嘛 可能 那不可能嘛 所以我就用極端手段 逼你來跟我談嘛 對 極端哥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就假設這個是烏克蘭幹的 那按照你剛剛的邏輯 顯然是某些極激進分子去幹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是這些激進派自己幹的 還是折倫斯基也知道 這個我就很想知道 這個我們不會知道 不是有一部電影叫恐懼的總和 是是是 不是那個俄羅斯的軍方直接去幹掉 一個地方嘛 結果那個總統回來氣得要死 總統開記者會來說 這個就是我下的命令 你記不記得 因為他不能視作 對 對 所以我跟你講 折倫斯基如果對外 他面對美國 他會講真話 可是那個叫做台面下 他搞不好去跟美國講說 這些人真是混蛋 不是我啊 軍情單位的人亂搞 那美國就說 那需不需要我們CIA幫你打點一下 那他就是進場把這些人殺掉 是這樣嘛 可是折倫斯基 會不會連自己都控制不住 我覺得很有可能 因為你記不記得 那個恐懼的總和那部電影 他就立刻下去 就把那幾個兩個將軍都幹掉 不是嗎 是 真好看 真好看 對嘛就是這樣嘛 所以我就在跟你講說 因為你去想一想 你的領土失去五分之一 你的國家內部怎麼會沒有激進派 不可能啊一定有 而更何況你有亞述營的傳統 對 那些激進派太可怕了 是啊 那些激進派 那些激進派哪裡是 納粹分子 哪裡是你折倫斯基可以控制的 對不對 你以前是 你以前是 演員啊 而且亞述營你不要忘了 就是 烏克蘭的內政部指揮的 對 他不是國防部的 對 所以可能跟軍情啊 內政部 都是串在一起的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 會凸顯出一些複雜的問題 就是說 折倫斯基恐怕不一定完全能夠控制 那美國現在 他就必須處理這個問題 不然你戰場管理就會失控 對 已經要失控了 不然現在就失控了 打成這樣就是失控了 因為這個不是美國戰場管理設定的目標 對 其實已經失控了 對啊 就是這樣 這個恐懼的總和非常好看 推薦大家去看 這個湯姆克蘭西 早年的哈林遜福特是愛國者遊戲 一個迫切的危機 後來的班埃佛列克是恐懼的總和 相當精彩 可以去看一下 好來 我們繼續往下看 烏克蘭更離奇的是出了這張郵票 對啊 這太快了 感覺有沒有做好了 你知道嗎 我認為他早就做好了 早就做好了 因為他們 我不是跟你講7月之前就在研究這個 早就在弄了 所以他們就是要搞你 這個是第二份有票 贊成有票 第一份是蛇倒 那個莫斯科號 對啊 還比宗旨還什麼東西 對 我都記得 我那時候還拿這個 我們的宗旨在這 斷掉了宗旨 斷掉了宗旨 一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網網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 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 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頭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